大家好 歡迎收看Ken哥理財秀 我是Sandy 各位同資朋友 你是小資組或是零股租嗎? 是的話一定要收看今天的這一集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兩檔新的ETF 分別是中信小資高價30ETF 和富邦未來車ETF 那麼這兩檔ETF呢 在篩選上有什麼樣的標定 或是我們在投資上有什麼樣的小地方 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呢? 今天都在節目中要來通通告訴大家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一定要幫我們的頻道 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那就趕快來請教一下Ken哥 歡迎Ken哥 Ken哥好 Sandy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欸Ken哥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兩檔ETF 是不是都算是小資組的福音呢? 沒錯 因為這個ETF現在目前這麼多 那其實坦白說很多人都不曉得 我到底需要買什麼 想看好的東西呢 我錢又不夠多 我們這些投資小白 薪水急的人又來買不起 對啊 這麼多的商品那怎麼辦呢? 欸今天就有好康的 就是有這個小資組的ETF喔 就是很適合我們來做投資 是的沒錯 那有哪些呢? 我想這個ETF我想質詢一下大家 不用我說 大家都知道了嘛 對 其實ETF的轉益真的是非常多 多到真的是有點言花撩亂喔 對 那大家不知道怎麼選 現在呢今天就介紹 兩個新同學 來上課了 好 這兩檔呢是最新目前 剛開始現在目前還在IPO的一個概念 那這兩檔呢坦白說有分別不適合 不屬於不同族群的人 不同理念的人來做投資 好 那我們就要來一一的介紹對不對 那我們第一個是先來介紹這個 中性小資高價嗎 對 他那個名字上看起來好像就是給小資組 然後呢他就是股價很高的30檔ETF 對不對 然後呢另外一檔這個未來車感覺就是 電動車喔 對 喔好 那麼我們就來先來看0089是這一檔 天哥你要怎麼介紹它呢 我想這個 ETF的發行啊 從這個名字上嘛 大家或許可以歸看它一二 大概知道它投資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對不對 從名字上去才 我們專業的身體當然主持人 他當然講的一定是對的囉 沒有啦 還是要 天哥要來細細的告訴大家 這檔有什麼地方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呢 我想 中性他之所以去發這一檔 他有他的用意存在 比如說從這個名稱來看 中性名稱叫什麼 中性小資高價30ETF 是 那從中文解釋上面啦 大家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就是中國信托投信發出來的 要給小資族 去買的一個高價股 那高價股除了合成也就是說啊 這一檔的ETF投資標的啊 是30檔 這30檔啊就是所謂的高價股 那這高價股既然大家都是小資族 不要說小資族啦 一般的上班階級好了啦 中高級的主管也好啦 你要買國內前30檔 高價的標的你每一檔都買 那個大概需要多少錢 那個錢好像有點可觀啦 對啊 像我是有點碰不到的邊緣 我好像也算不太出來 那進的當然非常的高 大家又想買 那怎麼辦呢 就利用了 中國信托投發行的這一檔 ETF呢 你去買 因為他買篩選的內容標的啊 就是這些高價族群 前30名的標的 那等於我們買了他ETF 買了這一檔啊 就代表什麼 代表已經買了這30檔的高價股 嗯 那他那個高價他的範圍是 多少算是高價呢 哦這個 你 Sandy我這樣問你哦 你買股票呢 你最高價買到多少價位的 呃 其實 我自己覺得哦 有點像7、8、10 8、9、10到100 我都覺得很高哦 哦 這是一般啊 投資人買的標的啊 大概啊 坦白說 股價原來要超過100塊啊 心理壓力都會很大 沒錯 因為一天跌幅是10%嘛 是 那你100塊 哇 一天就跌了10塊錢了 那個 心理就會有點小難過了 對 那相對性啊 他這些啊 是屬於啊 真正所謂的高價 就不是七、八十塊的 嗯 那我們先來看 右邊 他的條件 他就把它列出來了 既然他要買這個標的 那當然我們就要先看 他買的內容 就是他公開說明書裡面會寫 他投資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什麼樣的商品 他有什麼樣的條件 我們從最基本的原則上來看 大概就知道說這一檔 他要買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比如說筛選方式 第一個 要有公司 現在目前大家最流行的 ESG 公司治理啊 永續經營啊 永續經營嘛 社會責任這一塊嘛 就像社會責任 現在大家都提到了 台積電最近不是去買了疫情 那個疫苗 那疫苗呢 他就列入到了 他ESG的概念裡面去了 是 第二個 嘿 Sandy剛剛講的七八十塊 現在目前 他寫出來啦 其實是要高於兩百塊 要高於兩百塊 當然喔 要高於兩百塊 才是他 要投資的一個標的 嗯哼 現在目前 我們的股票市場裡面 高於兩百塊 其實坦白說並不少喔 嗯 並不少喔 喔 那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 就是這三個月裡面的 零股交易啊 是非常熱門的 喔 他是特別專注在這個 零股交易的部分 對 那因為零股啊 為什麼 他是小資族 現在目前這幾年下來 小資族啊 都是利用零股下去買 對 就是因為買不起嘛 因為他很不 很買不起 那很多 大家這個財經專家 學者也好 都告訴小資族 啊 簡單啦 你去買零股就好了啦 對啊 你買零股等於是可以買到 一張台積電啊 對不對 對啊 但是坦白說站在這裡啊 Ken哥的想法 坦白說 這個是真的是 想想是可以啦 但是你真的要去做 要非常要有毅力 欸 為什麼 因為你去買零股好了 嗯 零股 因為他高價股嘛 是 那 兩百塊以上的 其實坦白說 我們現在目前有 一千塊兩千塊的 嗯 也有三千塊的 你買那個零股 坦白說很多的小資族 我買一股的零股 壓力就很大啦 喔 而且他今天要 他要買到一張 其實要滿長的一段時間 對 那我每個月都去買一股好了 欸 一股一張啊 是等於是一千股啊 嗯哼 那等於你一天買一張 你要一千個工作日啊 喔這樣算算 你才能湊齊一張耶 真的是有點遙遠 對啊 所以壓力性啊 相對性會比較大一點 欸 他現在發現了這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一檔的標的啊 去投資它 相對性啊 你就可以買到 你所向往的 高價的 各個族群了 喔這一檔 因為其實他其實也是 包含說 就是 ETF他們篩選書 基本面其實滿不錯的 然後他的 其實人氣面也都還算滿旺的 這樣子對不對 也算是一個保障 對啊 這個就是他篩選的標的 那當然下面他又寫到 他的財務狀況 那我想這些高價股的財務狀況 原則上 簡單的說啦 嗯 這些高價股的財務狀況 原則上 都不會太差啦 對 對對對 因為他畢竟是人氣標的啊 對不對 熱門族群 那在這裡呢 Ken哥可以教大家一個概念 好 就是說 一般人認為啊 高價的股票啊 欸 風險性好像比較大 低價的股票啊 好像風險性比較小 欸 好像有這樣的道理是不是 對啊 比如說好 一張股票是1000塊 嗯 哇 它跌10% 哇 跌10%一次就 就跌了100塊了 好多 那大家就會怕啦 那相對漲 當然它也是漲100塊 欸 要是今天是股價是10塊錢 嗯 欸 它一樣跌10% 一樣是跌停或漲停 好啦 欸 只有一塊錢 相對就比較少 對 那一般人覺得說 欸 那一塊錢好像 這10塊錢 這個這家公司好像 我比較敢買 那其實這個觀點 其實坦白說是錯的 哦 是錯的 對 所以其實沒關係是嗎 我 對 我告訴大家喔 其實 你要以它的所謂的 percentage 就是漲跌幅來計算 因為它漲幅也是漲10% 嗯 跌幅也是跌10% 所以相對性 你同等的金額去買的狀況下 其實它相對性是一樣的 哦 但是呢 高價股 這個股之所以高價股啊 一定有它的道理 就是什麼 公司它的基本面 一定會比較好 哦 所以它的股價 才能來到1000塊 哦 簡單的說 一個公司有問題的 它的股價 你要來到1000塊 有可能嗎 其實很難啊 就很難了嘛 對啊 那也就是說 我們應該撇除一個觀念 高價股相對性 它一定有它的基本條件 所以它的體質一定會比較好 所以股價才能夠上到1000塊 那公司體質不好的 所以它一直維持在10塊錢 20塊錢 它一直上不去 就是因為公司本身 它有它的盲點存在 所以才會上不到 這些所謂的高價股 所以這個觀念啊 其實是在這裡啊 KK可以教大家 從這個角度來看一看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有的高價股 相對性它還是會吸引人家 是有它的道理存在 其實高價股 雖然可能比較貴 但並不一定就代表說 它的風險很高 其實這就是 各位投資朋友需要去注意的 那這就是0089 是小資高價的部分嘛 那我們剛剛還有說 有另外一檔 要來介紹給各位 是富邦的未來車 那這檔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跟你講 0089這一檔啊 就是現在目前這期 近期裡面 大家討論 最熱門的一個標的 未來車 這個未來車以前電影 我們這個年代啦 這個Sandy可能比較年輕 沒有看過 有這個電影耶 有這部電影就是看未來車 感覺很像是什麼 會在天空上飛的那種汽車啊 沒錯 它飛到一半啦 後來突然不見了 因為到了另外一個空間去了 瞬間移動 對 這個啊 00895 它現在發行的未來車 那未來車坦白說 就是所謂的 電動車系列 那我想電動車啊 這個體材啊 不用Ken哥說啊 我想大家也都很清楚 已經各個財經頻道 大家都討論了很久了 那我想提醒大家一個概念就是 今年是2021年 到了2025年到2030年 其實電動車的占比 確實 可能應該會超過現在目前的 燃油車 現在燃油車就是我們 不管是加925啦 加925啦 還是加柴油的汽車啊 慢慢都要被淘汰了 這個是全球目前 都在推行的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趨勢啦 對 那所以這個產業的趨勢啊 坦白說啊 未來的下一個世紀 未來的幾十年呢 坦白說 都是繞著這個議題在賺 但是坦白說啊 現在目前的投資業者啊 現在這個投信管理業者啊 就很聰明 發行了這樣的商品出來了 所以895這一檔 富方發的這一檔啊 就是符合到未來 就是要整個趨勢的一個發展方向 所以他所投資的標的啊 就是屬於這一些 未來即將要進入到 所謂的這個電動車產業的公司 那他的篩選標的有沒有 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嘛 比較特別的嘛 當然他也有他的篩選標的 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在下一檔裡面 下一張 我們請導播看下一張圖表 下一張圖表 我們就把它做個區隔 之前不是國泰也發了一檔嗎 而且之前我們在節目中 其實有提到過這一檔 我們也提到過了 那他這一檔啊 當初在發行的時候啊 他的代號是00893 那也就是說在之前 沒多久才發行的 對 那這兩檔啊 我們就可以來做相互比較 好 他的差異性在哪裡了 好 我們請導播把它放大 你看我們895這一檔啊 他所投資的標的啊 電動車供應鏈當然就是 不可避免 這一定要的嘛 那再來就是 他把過去傳統車業的 車廠 車廠 還有共享經濟啊 都把它納入進來了 其實這些傳統車廠 到最後其實也會慢慢的 步向電動車對不對 那應該這麼說 坐車子還是有他的技術存在 是 好 那你電動車沒有把這些 舊車廠納入進來 相對性的 這些車子要怎麼蓋 怎麼建 其實原廠它還是有它的 技術性存在 那只是把它導入到了所謂的 過去以往都是吃 九二啦 九五啦 吃汽油 吃汽油 柴油這些嘛 那現在變成要把它 轉換成所謂的電動的概念 所以他把這些呢 把它納入進來了 當然 他投資的標的啊 範圍相對性也比較擴大了 嗯 你看他區域性裡面喔 他 美國 台灣 台灣 日本 中國 那通通把它納入進來了 那 台灣他是列為 第二大權重的一個國家 那也就是說 兩成 對 也就是說我們台股裡面的標的啊 欸 他投資相對性的比例啊 會比較高了 好 會比較高了 那第三個啊 當然他現在目前台灣裡面 好知道他是以台積電 對 台積電當然是一定是 跑不掉的嘛 對 沒錯 他一定會投入的嘛 是 那這個是目前現行八九五 幾件要做的 那之前我們剛提的 國泰不是發了一個八九三嗎 00893 對啊 那我們來看他跟他的差異性 當然要看一下囉 因為國泰這一檔啊 他所當初是比較早發行的 所以他focus在的 就是這些比較集中在電動車收入的 他就是集中在電動車 對 然後他的收入好像說要超過一半以上 要超過五成喔 對 那當然他就是以電動車為主 所以你這個公司在做電動車的 這個產業的 營業收入的 要超過五成以上 他才把它納入到所有的投資標的 那相對性 八九五這一檔呢 可能或許你現在目前還沒占比到五成 相對性呢 你剛開始跨路 或者是跨路的部分 比較少 比例性比較少 他也會把它納入 因為這個比重啊 是慢慢越來越會調 越來越來越會調整的 可能剛開始20% 30% 40% 50% 會有這樣的差異性 那八九三這一檔 因為他早期比較發行的 所以相對性 他的區域性啊 也比較小一點 對 他是以美國 中國 韓國 韓國 那現在目前 我們他的整個 台灣的投資名單裡面 他也只有台達電 因為台達電 其實是我們國內 廠商裡面 步入這個電動車 是最 比例性最高的 也範圍性的 也最廣的一家公司 所以這就是 這兩檔性的一個差異性 其實我們在講的 更簡單一點 這個八九五 他的 他的這個範圍 就是比較偏廣泛 他還有納入傳統車廠 然後另外一講 這個國泰的 全球智能電動車 他就是屬於 純電動車的 這樣講是不是 這樣講是對的吧 當然是對的囉 對 所以這樣其實就是 更簡單的一個分法 那麼還是想要問一下 Ken哥 我們今天有提到 這個中性的 小資高架 和我們有提到 這個富邦未來車 如果投資朋友 他們想要去做一個投資的話 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我想這個 Sandy又出考題給我了 我想知道嗎 以這兩檔來看 當然是以 Ken哥過去的 投資概念上來看 可以建議 我們 大家好朋友 可以朝這兩個方向 比如說我今天不曉得 要買八九四 或是買八九五 這兩檔標的 那這兩檔的 ETF的新兵 其實就Ken哥的建議 會是這樣來看 比如說好 八九四這一檔 是所謂的高價 高價股 那既然是高價股的東西 坦白說 它相對性 它這些公司 就成為我剛剛所講的 這些公司相對性 它體質 體質 體質 都會比較穩健 沒錯 那就是比較適合 我長期性去投資的 把它當作一個存股的概念 對 它就可以比較適合做 長期投資 存股的概念去做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坦白說 這些公司 比如說我現在舉例的 它裡面是台積電 鴻海 鴻海不能進 要兩百塊以上的 比如說台積電 你認為它容易倒嗎 不會 目前一定 這十年二十年 應該是都不會 對 也就是說 它是有永續經營的概念性的 標的存在 所以你去買它 相對性 你可以就 存股的概念 長期性的投資 你買了之後呢 坦白說 你不用去理它 就放著 就放著 大概 問題也不會太大 就放著 因為其實公司 它也不會突然倒掉 突然不見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放輕的 去存股 對 而且它裡面的標的呢 大概有三四檔 那其實真的假如 假如說 其中有一檔出現問題 第一個 投資管理公司 他們的信 他們也會去調整 如果在持股當中 擁有到它 真的發生問題的 其實它也是 三四檔裡面 其中一檔而已 所以對於 你的資產部分 會有損傷 但是損傷部分 不會像自己去投資一家公司 那麼嚴重 好 那那個是00894的部分 那那個富邦未來車呢 富邦未來車 我想是一般人 大家比較吸引大家的 但是相對性在這裡 天歌反而會站在 另外一個角度 來建議大家 因為它投資了 是未來電動車的概念 未來電動車 我想目前 這個全球裡面 廣泛大家這個電動車 發展最快速的 也是希望提到 2025年以後 才能逐步的 比例性的 去超越到 所有的燃油車 所以是說 現在其實 那個時間點 還不夠成熟 應該這麼說 它現在目前 已經在起步了 那大家都有開過車吧 剛開始起步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比較緩慢 對 你要先慢慢的 往下壓 那當然它還沒有到 真正所謂的爆發期 但是後續 它的 可預期的空間 坦白說是非常大的 但是相對性 它會有一點時間差 跟成長期 還有衰退期 的一個判斷 那相對性 這個就會影響到 你投資獲利的一個概念了 所以就是 這兩檔 新的 新同學 新的ETF 是要給大家做一個建議 好的 那麼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透過這集 相信大家都能更了解到 這個 新的兩檔的ETF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一個方面是 中性小資高價 30ETF 和富邦未來車ETF 那這樣 ETF 其實都是有各自的優勢存在 那就是給提供 各位朋友做一個建議了 那麼大家還是要記得 其實投資一定都有風險存在 那麼 你在下決定之前 一定要先做好功課喔 好的 那麼還是要請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ETF上面的問題 可以趕快加入 KEN哥的QR Code 是小老鼠 小老鼠PFC558W 你有任何的問題呢 KEN哥都給你最詳盡的 回覆與建議喔 好的 那麼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的節目 還是要幫我們的頻道 給一個支持 訂閱和按照 那我們就再次謝謝KEN哥 精采的講解了 謝謝KEN哥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mailbox аю 看一下 這個 第 государ ka 潰 是 什 Tap WWF